艾瑪士哈嘍 H不發音 艾瑪士 一百多你一百多 好不好 我現在身上就有三百了 現在就在這一刻 貴族世佳 王廢我覺得妳很厲害 誠意酸品味 插甲 懸浮造假 王思佳回敬 不在乎路人神美 幾天耶 催麻煩啊 不要因為裡面有看過 就是假的 那個臭三八 真的是傻眼看我的臭 網美王思佳氣噗噗 原因啊 但是她日前上了女人我最大 愛瑪士包特輯 網友卻質疑這兩咖是 假的 姐妹們 想不想看我的迷你凱莉 好棒 我告訴你 粉紅色還可以贏口 超難拿的 喵條達人陳若萱 四號也剛好PO文 看到女藝人疑似拿腳包 在公開平台上炫耀 我完全不覺得奇怪 之前在頂好明店城 就常常看到她在隔壁店買假包 貼完她直接被聯想為 實在暗指王思佳 但陳若萱事後善文澄清 希望王小姐不要誤會 如果你不欣賞我的生活 也不要隨意批評我 我們可受公平 王思佳回應三立新聞網 這兩天因為不舒服 都沒有理會相關討論 既然大家怎麼在乎 我們之後會拍成影片 跟大家說明的 王廢我覺得你很厲害 沒想到才剛在隔壁吃完鳳梨 陳若的戰力值還在線 又說阿通要吃史佳了 如果是假包 我會很失望耶 品味差就算了 連炫富都要造假 以她高調的個性 如果被質疑 早就KID POP的出來反擊 這次卻異常安靜 看來是在想如何度過 這次人生毀滅危機吧 然後呢 選到評價史佳阿姨的品味 為什麼如此 忠愛死亡芭比粉類 鬼格貴姐應該很愛她吼 本來擔心賣不出去的籌包 反正世佳阿姨一定會買走的 看水果 兩天很快300 300 100多 100多 好不好 我現在這樣就有300 這個東西拿出去就是個Fashion 你穿什麼就是個Fashion 沒有人會在意你講什麼樣子 因為別人只會看它 對於陳怡的指教王思佳回應 真的不知道他是誰呢 只是品味這種東西簡仁見智 雖然他不是什麼造型專家 但路人也能有自己的意見 哎呀 沒事啦 等我的影片吧 反正我也不是很在乎路人的審美 我是什麼樣等級的網紅 我是一個 財富自由的網紅 其實王思佳去年2月 就曾因為名牌帽子 被質疑是假貨 欺詐開直播澄清 我在你們尾風買 會買到假貨嗎 基本上不太可能 對 因為我們的貨都是直接從國外訂購的 80108 老娘撇的錢就在這邊 8010沒看到嗎 因為不理解而要去走到爆料這件事情 請問你的人格到底要有多理想 不要在那邊弄 我是你弄不倒的啦 不要在那邊出這種奧布 不可能啦 真的什麼發話都要留 到底要幹什麼啊 5年前10年其實要不要也挖出來啦 支持政黨 記得要去百貨公司買